嗨,大家好,我是青 今天要来记录一下我这驾驶Shift的过程 OK,当天在 Trak Day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意外 我们把这辆车的避震器给超断了 这辆车在那天计战非常的高兴 又有进步到了 只可惜 在接近要end的时候 这一赛的避震器断了 这个估计是我们把那个Camper开太够力 结果它现在扰断了 然后现在要解决它的方案 就是现在要Custom 4支新的Adjustable 来给回这辆车 因为当时它跟车来的时候 那些Spring的硬度是不适合的 只是我们用这些 整直到现在 完了三场就断了 这样就是时候升级这辆车的避震器了 来到了HWL Spring这里 来Custom 打平手走断这套Adjustable 这里是专可以Custom 你要的spec 你要的配置 怎样给它 熬着Camper 没有那么容易断 现在他们在帮我设计的 这个HWL是马来西亚的品牌 玩车界里也非常的出名 这里就是他们自己的厂 这里是他们的Adjustable 这里组装安装改装 服务 都有 服务也不可以 嗯 现在这两位兄弟在研究的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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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拿个列手给给我啦 OK行行 我全部都送给你啦 经过了一个月的等待 这套HWL的Custom Made的牢牙避震 终于搞定好了 这套全新定位 那个Camper位置也特别多了 然后这个也是大Sup一点的 这个的SIM是特别的大支的 Custom的这一套是HWL的Monotube TRACK SPECT的 看一下换下去的效果会如何 看可以做到更好的时间没有 10支 弹簧也加硬了 跟之前那个断了的 之前这个就比较软 现在这个前后就加硬 跟着它的TRACK SPECT来做 看一下可以做到更好的时间吗 改装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的去研究探讨 当中一定会遇到不少挫折 在买了这套HWL之后 竟然又遇到一套 朋友在Store Room找出来的Costco 这套也是 这套也是可以SUTUKI SHIFT的 也是粗心的大Sup的 先用这套做测试先 如果效果不理想 再换上这一套 一步一步的去尝试获取经验 在拆拆暗暗中 又螺丝 绿了 又拿去做回了 完车就是这样 现在准备Set Corner Waite 要把人的体重跟车的重量 人车合一 均匀分布 这些全部有marking 然后1mm 1mm去调那个 调压避震 很多人不清楚 corner wake 还有 body wake 他们 他们是怎样 set 的 今天我就会记录起来 marking 里面的调压 然后 1mm 1mm 的 adjust 这个是非常是时间 用这种架 然后要做 marking 然后再一点一点的 adjust 到最准确的位置 做这个的其中一个好处是 在于你进完的时候是空 那辆车不会甩尾一直转来转去 他会让你更加容易的操控 他刚刚已经由12点开工到现在 这个 set 一 set 要整大半天了 这次也换上了这个 adjustable stabilizer 连 之后全部都会用这个 AD09 之前我是用 RS4 的 AD09 在 track 的 feedback 更加理想 so 现在就是用这个 AD09 来 set 以后都会用 AD09 了 这里还买多了4条 买多了4条新的 买多了4条新的 到时一下长就 load 够啊 现在这个就准备做拉线 调 alignment 全部是用手线拉的 所以一定非常的精准 用绳子来调 这次 H2L custom给我的这套 adjustable 非常的理想 一装上去就是Camper 5度多了 就是我们想要的理想数据 所以不用花太大的时间再改装这个Camper的角度 精准数据 一度慢慢的调 拿车来量 不切了要大余 弃量 不切了大余 senza 不切了 没有 让他住在架上 好啊 出来了 现在要以我的坐姿这样子坐在这里 大概是15-30分钟 然后他就会在外面帮我设计下那个 前后左右 让我的体重和这辆车的重量平衡 终于设计好了 用了几个小时 这个设计真的是不简单 在这里我要非常谢谢 Master Blue 他的设计是一流 现在的设计 跟之前一样 Temper 5度多 后面 就没有熬太多 让他甩着进完 效果会更好 设计好了 刚刚去外面跑了两个圈回来 整驾车变到非常的硬了 然后也非常的有敏捷性 跟之前的Adjustable相比 真的是非常大的分别啊 这家M3到时也应该会安排一起出队 所以 我的人生不是在玩车的路上 就是在给车玩的路上 OK 非常期待接下来去尝试它的时候 这个setting应该会非常的理想 要再去突破自己的时间啊 这家M3 大致上的东西也是搞定好了 之前漏电 也是找了问题蛮久 然后解决了 然后现在换买brake油 到时候一咖利安排两架车 一起去学帮赛道走走 这架车还是保持着非常兴奋的心态 要去试它这套Adjustable是如何的 OK 今天我的视频就到这里先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